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知识 你看六祖谈经有个特色 只要一开始说善知识 就代表六祖又要谈另外一段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善知识 我们不但是自己的善知识 我们亦要做别人的善知识 我们不但要做自己的良师 也要做到别人的义友 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你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说你这辈子不会开悟 你也不要怪罪现在是末法时期 不管哪个时代 都有人开悟 请问哪个朝代比较容易开悟 有的话听起来对 有的话听起来对 又好像不对 但因为大家都这么讲 所以你就讲 我也不要开悟好了 你不要开悟 你学佛做什么 你想学佛 又不想开悟 大家都想依赖阿弥陀佛 去到极乐世界再说 如果真的去尘了 阿弥陀佛要跟你说什么 你还不是要教你 他还不是要教你开悟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依赖别人 要有志气 假如诸佛菩萨 就像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要样样靠父母 要有志气 这叫靠而不靠 你要天主 就要先自助嘛 你要佛帮你 你就要自己帮助自己 你帮助自己 别人就会帮你 我们今天要帮助一个人 要那个人愿意接受 才有意义 那个人不愿意接受 重视一百个阿弥陀佛 也帮不了他 这个概念 不用学佛法也知道 但你自己不知不觉 这代表你根深蒂固 就在否认你自己 你这样 怎么可以叫做善知识呢 怎么可以说 众生皆有佛性呢 难道佛性有大跟小 有说哪个比较聪明 哪个比较笨吗 没有 这样的观念 才能够叫正见 才能够确立在你的心 不然影响再多的道理 也是 自欺 欺人 我们常常鼓励别人 但自己又不振作 我们看到别人做错 很生气 但自己 也是这样 我们的观念 不正确 是自己的潜意识 在作祟 我们要自信 但不是自傲 要谦卑 但不要自卑 根据这些原则 去体悟 不要每次 只叫别人善知识 自己 也要是 善知识 智慧观照 内外明册 十字本心 前面经典讲 智慧 从自信升起 你没有见性 就没有真正的 般若智慧 所以你说 我又没有开悟 我有什么真正的 智慧观照呢 我们产生疑惑 六祖 不是等于白梭了吗 一个人 只要知错能改 就算是一种智慧 这个智慧不见得 是你开悟的智慧 你今天知道佛法好 就是一种智慧 懂得上进 知道凡事 不要怪别人 就是一种智慧 这些 都可以叫智慧 无论是什么智慧 它的目的 就在于 利益自己 别人 和 一切众生 有时候 我们不要太挑剔 以为谈到智慧 就一定要怎么样 你随时 可以升起 很多的智慧 现在 六祖大师 所讲的智慧 是什么 用智慧 观照 懂得观照 你自然就有 智慧的人 你自然就是 有智慧的人 你说 要观照什么呢 我们不如把观照 换个名词 说 观察 观察什么 宇宙的存在 不外乎是 时间 空间 和一切万物 你观察 时间是变化的 空间是变化的 一切 万物 是变化的 这个宇宙的道理 就讲完了 这是一个大原则 大方向 那谈谈你自己 无非就是观察 你自己的身 跟心 你说 要不要观察 佛性 不用 你观察 身心 自然就可以 悟到佛性 佛性 你怎么观察 佛性 无形 无相 如果你要观察 就证明 你把佛性 当成 一个东西 你要观察 你的身心 智慧 观照 内外明测 十字 本心 也就是 心经 讲的 观自在 菩萨 行生 般若 般若命 这就是智慧 以 智慧 观照 五蕴 照见 五蕴 皆空 不就能 度一切 苦恶了吗 以上 把整个修行的方法 都跟你讲了 你要观察 你的身 你的心 否则 你会被 你的身心 折磨 你今天痛苦的 事实上 离不开 你的身心 你的身体 病痛 在折磨你 你死亡了 这个色孙 死亡 也在 折磨你 因为 你会害怕 恐惧 不安 因为 你害怕死 什么死 肉体死了 你以为什么 什么死 你为什么 这么害怕 观念越理清 就越轻松 否则 就越痛苦 到处求神 拜佛 问卦 都是骗人的 你自己 在骗自己 你自己观念 没有弄清楚 问谁 都 没有意义 一样的道理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但它 该怎么样 就是要 随忍 因为 你想怎么样 也不可能 就像今天早上 我肚子 有点不舒服 我不能 恐吓它 或跪下来 求它 不要痛 我不想 让它痛 但它会不舒服 我有 什么办法 有没有办法 有 就是 接受 这就是 最好的办法 是一种智慧 接受的当下 要不要吃药 还是要吃 就吃下去 接受它 就好了 果然心里 一接受它 刚才上课 只要一坐下 就好了 如果我抗拒它 执着它 它会 越强烈 你看 你执着一个东西 它会 越强烈 痛苦 会放大 会 无限的延伸 我们都知道 癌症的患者 深不如死 很痛苦 如果 你有机会 去看 癌症的患者 有修行 和 没有修行的 事实上 还是不太一样 有修行的人 虽然苦 但是 它愿意 接受 所以 它还是很平和的 没有修行的人 真的很痛苦 它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希望医生 为它安乐死 医生 也不能做 原则上 不是说 等到那一天 你才对身体不执着 你现在 就要不执着 有些人 有些人对身体 很执着 它随时身上 带膏药 被蚊子 叮到 它就拿出来抹 这事实上 是很不好的习惯 以医学的角度 只要被钉到 就拿起来插 插 插久了 就失去了免疫力 除非到深山野外 去爬山 去露营 偶尔带一下 不要一天到晚 把药膏 变成钱包 一天到晚 叉叉叉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叫你 不要照顾你的身体 而是叫你 不要执着它 你就会知道 这样做 轻松很多 再来 不要执着 你的心情 你的心情 不外乎 喜 怒 哀 乐 七情六欲 就是很复杂了 你不要希望说 你的心情 随时会很好 你在骗谁 你的心情好 可以好 二十四小时吗 既然不可以 你为什么 一直期待 你心情好呢 更彻底的说 自然你相信 佛说 一切都是无常 你的心 会是 常吗 你的心情 会是 常吗 你的心 根本就是 无常 那你期待它 常 这不是自寻 烦恼吗 这不是自寻 麻烦吗 世间人 不明白 这个概念 所以他要上 情绪管理的课 情绪管理 是什么意思 过去 我都在上那些课 意思 是我过去 都在骗小孩 就是小孩哭 拿几颗糖 给他吃的意思 情绪 你怎么管都管不了 你什么时候 会抓狂 没有人知道 但情绪管理 也不是你遇到状况 才要管理 无聊 算不算一种状况 那无聊 怎么管理 无聊 就去找事做 那就是情绪管理 有的人 常常跟你讲 不要胡思乱想 去做事情 这句话 只对了一半 这叫对峙 不是彻底的 但你却常常 做这种事情 我坦白讲 你只要明白 你心情的变化 是无成的 明白它 就好 你就 接受它 不管 你的情绪 怎么变化 你只要用你的证件 接受它 很自然的 久了 它会对你 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事实上 这个境界 对一般人来讲 层次就很高了 我们一般人在学佛 就是被心影响 所以才要学金刚经 云和映柱 云和降伏其心 其心 就是你执着的心 你要知道 六祖坛经是顿悟 究竟法门 你明白了很轻松 很快 是直接了当 不明白的人 使不上力 这样它就会 退而求其次 去修其他的法门 那会不会有效果 会 但慢慢来 无论你修任何法门 到最后 那一刹那 一物 统称都叫顿悟 最后 你还是要顿悟 弹经告诉我们 不要在前面 那里打转 直接从明 跟悟下手 明 跟悟 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证件 你不要认为 你读了六祖坛经 就有证件 不要用你的想象 你去做事 就知道了 你只要看看你的证件 有没有办法保持24小时 你就知道 你有没有证件 你遇进就倒了 怎么可以说 你有证件呢 有证件的人 白天有证件 晚上也有证件 他遇到事 一样有证件 遇到大事 小事 都有证件 他遇到顺境 逆境 证件 都一样 你用这样去 检验你自己 不就得了吗 这叫 印证 你也不需要 去找别人 替你印证 所以修行这种事情 不需要问别人 寒天饮冰水 点滴 在心头 如人饮水 冷暖至姿 自己最清楚 就像是慈悲 不慈悲 心中 有没有怨恨 你都 不要问别人 你心中 有怨 有恨 你就 一定不会开悟 你想修成佛祖 怎么 越修越气 修行 也没有什么秘密 有的法门 告诉你 我们的法门 是秘密 不可以教别人 我问你 真理 有没有秘密 大道 有没有秘密 命在哪里 命在 鲁边了 请问 学费交 一千万 或你 没有交学费 谁比较容易 开悟 跟你交学费 不相干了 所以别人傻 你也跟别人 一样傻 你为什么要花 那些冤枉钱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世间的人 什么时候 才能够懂 你虽然知道 不要执着你的身 你的力道 之所以不强 就是因为 你没有观察 你越观察 就越发现 这个身体根本 就不是你 我们今天 之所以执着 就是因为 有一个我在作祟 就是说 你认为身体是你的 你认为心是你的 结果 你把身心 合起来变成 一个石油的你 就是 这个东西在作祟 让你执着 世间的一切 为什么 你今天 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 保护你自己 对另一半好 希望他 不要抛弃你 对子女好 希望他们以后 孝顺你 对朋友好 希望他们喜欢你 对老板好 希望老板 重用你 我讲佛法 很慈悲 又很残忍 就是把你内在 不敢讲的东西 讲给你听 你执着自己 就会想尽办法 保护这个你 这样很痛苦 叫你不执着 你 谈何容易 唯一的方法 就是透过观察 一直 观察到最后 你会发现 身体是四大 地 水 火 风 它根本是缘起 它一直在变化 接着看到你的心 它就是 随着境界而起 心在哪里 你找不到心 为什么会有心 因静 而有心 因执着那个境界 心 就这样升起 若无前进 何来有心 有的人 有的人 得先观察身体 之后 再观察 他的心 层次比较高的 直接观察 他的心 层次 更高的 就像六组 因为身心 本事无常 所以 本事患 既然 本事患 就 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那是层次最高的 怎么修 看你自己 是按照你个人的层次 你觉得没有办法 就往更粗糙的方向 去观察 身体是最粗糙的 尤其是身体的呼吸 一呼 一吸 二十四小时都有 很容易观察到 观察到最后 把呼吸的过程 姑且叫个假名 我不过如此而已 这样的道理 你可以听懂 但你 不会感动 就 没有力量 你自己去证明 你才会被你自己 修行的过程 感动 这样 才会突破 关键 就在这里 为什么说 只有听课 力道不强 你听课 就好像我在抛砖 要靠你自己去修行 自己去体悟 那块玉 才会出现 玉 这么清澈 洁白 就好像你的自信 有的人 更粗糙 他贪爱 世间的东西 身外之物 指的是 离开你身心以外 名利 权势 这些东西 如果这样 你就要从 外面开始观 名利是什么 权势 是什么 或你贪爱的人 你恨的人 是什么 你观 每一个不是无常 这样 从外面的境界 开始观 之后 观身 再观心 什么时候会悟 不一定 有的人 观境界 就悟了 为什么 金刚经讲 落见诸相 飞相 自见如然 并不是 哪个角度 比较好 是 每个人 因缘 机会 不一样 禅中 很多祖师 大德 直接去 参 佛性 或 谁 当然 这个看 你的层次 他直接 看 那个问题 不需要 从其他问题 延伸进来 你现在 不用去管 什么方法 最好 还是 以你自己 为主 虽然 你是个假名 是个 缘起的现象 今天 你之所以 六道轮回 是 因为 这个现象 你今天 要解脱 还是 从你 身心的作用 去解脱 不然 你根本 没有办法 解脱 你只要 问你自己 你要先 观察 什么 对你 最受用 你就 从那里 下手 当你 能够 把它 看清楚 叫 内外明彻 内是 身心 外是 外面的 世界 你能够将 身心 世界 都看清楚了 明彻 明 就是明明白白 彻 就是彻底 我们首先是对人生 不负责任 接着是对生命 不负责任 什么叫对人生 不负责任 你人生到底在干嘛 人生这条路 你跌跌撞撞 你 何去 何从 到底 为谁 辛苦 为谁 忙 那是 你的人生 你为什么 不想 清楚呢 再来 生命 生命就是 你 你自己 是什么 生命的状态 又是什么 你从来 都不管 但是 你又 贪生 怕死 这是 很不负责任的 态度 古人讲 文道 有先后 树叶 有专攻 无论是 谈修道 还是一般的专业 大部分的人 都是 不学无术 只有少部分的人 是专家 在各个领域当中 生路 就是专家 我们每个人 对各个领域 都不专 代表 你对人生 不负责任 重视 你不留恋 世间的东西 你也应该 对你的生命 专吧 但你 对你的生命 也不专 如果你 对你的生命专 你就能够 开悟 你没有这个心 我要彻底 去研究 这件事情 一直到 清楚 明白为止 举个例子 不要说佛法 我讲世间法就好 很多的科学家 一天到晚 只为了 他那个科学 问题 遭思目想 有位科学家 为了想一个原理 有一天 在洗澡 突然想到 就冲出来了 他是谁 阿兹敏德 一样 牛顿看到 苹果 跳下来 他就会 思考 这个问题 你就会 紧起来 吃而已 关键 在哪里 他愿意想 就能够 想出答案 开悟 开悟 事实上 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叫 掺残 为什么叫 思维 残尸一辈子 就思考 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 他懂了 他就 开悟 我们 有没有 思维 表面上 是有 但是 你的思维 根本没有 深入 而且 你思维 太多 那个思维 就叫做 胡思乱想 你一辈子都在 胡思乱想 你到底 要想到 什么时候 学佛法 不是不可以想 不要听我说 不要用脑袋 你就不敢想 我只要针对 一个问题想 这个想 就不叫妄想 这个想 找出真正的答案 你才会彻底 我这样举例 说明 已经很清楚了 开悟 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是因为 你不愿意 铁杵磨成 绣花针 你不愿意 针对 那个问题 去深入 我们的心 闪乱 不定 所以 没有力量 你只要 愿意 针对 你所要想的 去探讨 或关照 一直深入 下去 有一天 你一定会 明彻 你就能够 十字 本心 就是了解 你的生命 真正了解 你自己 你自己是什么 你说是缘起 也对 是性空 也对 佛性 就是空性 所以离开身心 没有一个佛性 这个性 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身心本来的样子 就是空 那个空 就是佛性 明白了 就叫见性 当你见到那个性 为什么会有智慧 因为空 没有障碍 所以 你可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你不会起 八万四千烦恼 佛法的理论 要讲简单 我可以用很简短的时间 跟各位分享 无论 无论你是 哪一节课来听 任何一节课 都一样 你听懂 就拿去 拿什么 无 依法可拿 未知拿 在讲课时 明知有拿 拿了之后 明知无拿 就像佛法 就像佛传法 给大家 业尊者 在传的时候 有法可传 传后 无法可传 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 叫心法 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只有你跟我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我们在讲什么 那就是一个精神体悟 和核心 你想去探讨 本心 或佛性 本心 本性 或如来照 这些名词 在谈同样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 它不能光听理论 不是翻几本字典 你就认为自己知道 字典所描述的 也还是接近而已 还是瞎子摸上 别人可以形容给你听 但它 是什么 你不知道 举个例子 我们明知道 水中捞月 是捞不起的 明明知道 水中的月亮 是如梦幻泡影 但你跟一个人讲 你看水中的月亮 如梦幻泡影 它不见得会相信 它既是相信了 也起不到作用 那个水中的月亮 就像我们现在的身心 我们现在 就好像站在岸上 我跟你讲 你的身心 就如梦幻泡影 你了解吗 你说 我了解 你执着 你执着吗 你说 我执着 那你这样说 没有力道 你就要 你就是要让它 跳下去 让它去捞那个月亮 它大口大口地 呛水 而一无所获之后 才能够领悟到 真的如梦幻泡影 修行 就是要这样修 你不要站在岸上 听人家讲 你要跳下去 感觉 才会深刻 无论你是贫贤富贵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地位 都一样 你不懂真理 你就是无知 无知的人 怎么会快乐 他注定会烦恼 师父 我有很多心思 想跟你说 我当然知道 你有很多心思 你跟我说 也没有用 你打电话去 生命县 张老师 也没有什么用 你不承认 自己的无知 你有什么烦恼 就是无知吗 你就是不明白 这个世界 到底发生 什么事情 但我们常常 把不明白的事情 推给莫名其妙的老天 老天在哪里 是老天爷 还是上帝 还是王母娘娘 还是太上老君 你把责任推给他 他是谁 这个是人 还是神 还是鬼 还是根本没有你 也不知道 你抱怨他 他做什么 你抱怨他 求他都是莫名其妙 你要探讨真相 当你听见 这样的道理 你可以怀疑 无论任何人 跟你讲的道理 你都可以怀疑 但是 你要证明 这叫符合科学 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不要被骗 但也 不要愚弄自己 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承认自己 不明白 不懂 就说不懂 就这么简单 然后 自己去追寻答案 感恩大家的聆听 让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